號稱五星級寵物旅館的基隆寵物銀行 去年底市府核發執照 原定1月啟用 但卻在農曆過年前 傳出了缺水缺電 有被稱作是五星級的寵物旅館 但是在去年 在明明就還沒有驗收的情況之下 在去年的12月 就已經核發了使用執照 硬是把流浪動物 把它搬入了臨時的收容區 而當時的五大管線 也就是電力 然後自來水 瓦斯 電信污水等等管線 都還沒有辦法使用的一個情況之下 嚴重影響到流浪動物們的生活品質 而只能從周邊的動物醫院來進行輸送 所以說也造成了那段期間以來 一直都有供應不足的一個問題 這件事情也引發了動物志工 後續在網路上面引來很多的罵聲 而這個建商 這個營造的廠商 它更是粗暴的向這些動物志工提告 面對寵物銀行諸多的施工缺失 廠商仍未改善 金融市政府召開了記者會 向外界書名處理進度 總費用9600萬 一直增加到1億2300萬 其實讓它增加費用但是它還是沒有如期完工 因為這些增加費用都包含了 這些天候不穩定的因素 還有這些物價調整的因素 其實都已經加在裡面了 所以它整整 其實它的總費用整整的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快3000多萬左右 第二個我覺得重點是 我們在二月十五半也出現總共有147項缺失 二月十五半也出現147項缺失 為什麼選擇今天來跟大家開記者會 因為剛好滿兩個月了 剛好滿兩個月 其實廠商目前還是還有缺失 而且這個19項缺失 還是算是比較重要大的 比較大的缺失 寵物銀行它的容納的這個貓狗的數量是 狗狗應該可以到150隻 然後貓的部分可以到達50隻 對 但是問題是我們現在目前收容的 犬隻只有30隻 而且是比較有危險性的 它是有攻擊性的犬隻 我們才採一些比較 這個 精準捕捉 對 精準捕捉的方式讓它留在這邊 但是問題是 重物銀行 總共花了1億2300萬 蓋的重物銀行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是沒有產生它應該要有的效益 所以這個也要跟市民報告 那我相信金融市政府 產發處一定在後續的部分一定會繼續來追蹤 然後我們會定期來跟市民報告 市政府強調 諸多缺失 仍未改善 導致重物銀行無法如期完工 令人遺憾 未來將持續的監督廠商加速改善缺失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代表